我们苏牵本地的瓦块鱼到底怎么样做才好吃 怎样才能把瓦块鱼做出饭店的味道 大家好,我是猪厨 这期为大家做一道我们苏牵本地的瓦块鱼 首先草鱼的规格我们最好选择三斤左右的 这条草鱼已经让摊主处理干净了 草鱼的鱼头两面各切一刀把它分割下来 一手拿刀一手按住鱼身防止打伐 刀刃贴着鱼骨中间把鱼肉分成两半 片开之后再把鱼肚内的黑膜 鱼血和这个鱼油全部的刮洗干净 鱼肚内的黑膜是不能吃的 所以说一定要弄干净 接下来继续的给鱼改刀 刀身倾斜45度 把鱼呢片成块状 先在鱼身的中间切一刀 然后呢再片成块状 片出来的鱼块形似瓦块状 所以说呢叫瓦块鱼 中间切上一刀呢 我们在烧的时候呢比较入味 而且呢熟的快 草鱼的鱼头从中间把它切开 需要注意的是 鱼头里面的这个鱼芽 一定要把它扣除干净 这个鱼芽特别的腥 擀完刀之后 再次的用清水 把鱼块呢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血水全部呢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之后 再把鱼块倒在漏勺中 把水分控一下 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烧鱼的大料 两根大葱直接改刀切成葱段 生姜切成姜片 放入碗中备用 我们本地烧鱼呢 这个葱姜呢可以多放一些 再抓上一把大蒜子 那么这个烧鱼的大料基本上都在这里 必不可少的烧鱼出锅料 青红椒直接改刀切成块就可以了 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加入一些青红小米辣 当然了不能吃辣的也可以不放 再准备一把青蒜苗 蒜苗的前半部分蒜白 我们可以用刀背拍一下 然后再把青蒜改刀切成段 放入一旁备用 我们本地烧鱼 青红辣椒 青蒜 香菜这些呢都是逼不可少的 一定要晃 两三根香菜切成段 放入一旁备用 前期烧鱼的一些基本上的大料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的葱姜蒜大料 出锅料 小米辣 青红椒 青蒜 香菜 烧鱼时再放入两粒八角 花椒和干辣椒放入适量 下面开始点火起锅 这个锅一定要烧热 锅热之后锅内加入适量的油 这个油稍微多一些 等一下呢我们来炸鱼 在家做的话少放一些油 分多次进行炸制也可以 锅中的油在烧的同时 给改好刀的鱼块拍上粉 拍这个面粉 面粉不需要太多 表面占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炸一块时油温一定要高 七成热200多度左右 把鱼块一个一个的丢进锅里进行炸制 不要一次性全部放入进去 鱼块顺着锅边溜入 注意不要烫到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刚入油锅的鱼块 千万不要用勺子去搅动 否则鱼块容易碎 正确的做法是放动锅边 让鱼呢不会粘连锅底 等到鱼块炸制定型 我们再用漏烧把粘连在一起的鱼块剥开 鱼块经过炸制之后 我们在烧出来的时候呢 它特别的吸味道 而且呢烧的时候不容易碎 把鱼块炸至颜色金房 表面有一些干硬就可以了 就炸成这种颜色就可以了 相信你也能做到 接下来开始烧鱼 大家要仔细看 加一些猪油在锅里 加入猪油烧出来的鱼汤 会更加的浓郁 再加入少许的豆油 豆油也是起到这个作用 先开大火 把锅中的油烧热 再把刚刚准备好的葱姜蒜大料 放进锅中煸炒 这个瓦块鱼想要烧的好吃 这个葱姜蒜一定要多放 不要舍不得晃 一定要把葱姜蒜炒香炒透 再加入八角花椒和干辣椒 能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辣椒 大料炒出香味 再把鱼块倒锅里 紧接着我们再往锅里加入 我们这个本地的这个三元甜油 加入小半包 买不到甜油的朋友呢 也可以加入生抽代替 接着再往锅里加入三分之一的香醋 加入这两种调料之后 开大火炒去酱油的生味 炒出香味 下面呢再往锅中加入高汤 没有高汤的朋友加入清水也可以 加入高汤炖出来的汤汁呢 会更加的香浓 做着的瓦块鱼在加汤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一些 高出鱼块三分之一这样 盖上锅盖 开中火炖制12分钟这样 时间到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锅里的汤汁呢 已经变得越来越浓了 开始调味 锅中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糖提鲜 放入少许的鸡精 不吃鸡精的朋友呢 可以不放 接下来我们再把刚刚准备好的出锅料 青红椒块 小米辣放入锅中一起炖制 这个时候呢 可以开大火 把锅里的汤汁呢 稍微的收制一下 这一步要注意 二次的往锅中加入少许的香醋 这个醋要加两遍 再把刚刚准备好的青蒜和香菜 一起倒入锅中 继续的炖制 炖制断生就可以了 加入青红辣椒 香菜 青蒜 不仅可以增加颜色 而且呢 可以增加这个清香味 去除这个鱼的腥味 增加香味 这道瓦块鱼就烧好了 我们今天的工作餐呢 就吃它 大米饭配上鱼块 再来点鱼汤 那个味道特别的鲜美 喜欢请记得关注我哦 欢迎评论转发收藏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